要问新闻哪家墙 洋葱新闻黄金档 作为漂亮国的一档新闻节目 洋葱新闻因为真实接地气的播报内容 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美国汽车公司VW 为保护车内乘客的颈部安全 制作了一款颈部安全带 不仅死亡率高达九成 开快点 还有一成断头几率哦 下则新闻 美国陆军因为近年来的入伍率持续降低 将目光瞄准了国内的肥宅群体 在这儿你能玩枪 报名就送黑粉头子演唱会门票两张 浮满半年送猫霍合 入伍一周年更有内部优惠 肥宅听了都笑着睡 接下来入则广告 不要离开 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在这个打架会炒蛋的世界 多则三年少则三天 男人就要换一次蛋蛋 而弱者更是不配拥有蛋蛋 终于在又一次失蛋后 弱者再也无法忍受频繁换蛋的折磨 来到神秘的东方学习宝蛋神功 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非人折磨后 弱者终于练成了神功 凭着一击致机命的手法 他行侠仗义除恶扬善 成为了抄弹大侠 本故事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敬请关注上映时间 新闻继续 一名黑人丝滑地闯入了银行 在所有员工都举手投降 准备掏钱时 他却表示黑人的脸也是脸 拿枪就是抢钱了 没本科就是智障了 他也是有尊严的 他今天来就不是抢钱 而是来抢工作的 交代清楚来意 丝滑和银行方面友好的 就薪资工时等问题 强行达成了一致意见后 便上岗了 看见同事上班时间打电话 对排队办业务的上帝不闻不问 丝滑上去就是一个正法 接起电话 两句就谈妥了 电话那头的大客户 这样的能力 银行经理都看在了眼里 很快就将丝滑提拔为客户经理 成为了整个银行的大红人 仅仅几天的时间 就完成了美国梦 让人无比艳羡 所以第二天 丝滑同宗同园的远方侄子 就持枪闯进银行来打劫了 可惜经验值差得太远 直接让丝滑单杀正法了 原因正是因为 他最看不起这种 不自食其力的家伙了 下一则新闻 专家数据显示 87%的漂亮国公民超众 为了解决这一国民问题 政府决定提高超众定义 将原来的脂肪含量55%算超众 更改为90% 可即使有这样的量测 国家的匪胖人数 也只下降了20% 就在主持人诺姆 一扬顿坐地说着 一则则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时 洋葱新闻的两位老板正愁着 怎么告诉这位老伙计 一个无奈的消息 他们的公司被全球最大的影视公司 环蛋集团收购了 很快他们这档最火的老牌新闻节目上 将会出现大量的电影广告 而在直播间的诺姆 也看到了环蛋集团的宠物企鹅 大摇大摆地走进自己的演播室打广告 这可把这位有道德操守的主持人气疯了 他闯进公司老板的办公室 大声指责这样的策划 没有新闻道德 可这是母公司发的话 下面的人除了听从命令 又能怎么办呢 生活还得继续呀 新的一天新的新闻 漂亮国反香烟组织 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国会通过立法 除了国家中心州的一间房屋外 全国开始实行禁烟命令 政令一出 全国各地的烟民 立刻踏上了前往西烟屋的路 高速公路也全面瘫痪 有一些烟民 趁着中午休息的两小时 开了40个小时的车赶来 就是为了吸上一口二手烟 吸烟屋附近形成了巨大的雾霾 横扫漂亮国全境 当地地价更是直逼 滑下国故宫 下一则新闻 著名科技大头比尔盖策 被消费者们砍死在公司办公室中 原因是因为 仅仅8小时内 其公司的一款产品连续更新了6代 这才播报了两则新闻 母公司环弹集团的企鹅 又出现在演播厅 为芯片抄弹大侠 做广告了 诺姆又怒不可遏地 冲进了总裁办公室 可是这又能改变什么呢 母公司的命令罢了 公司的总裁还提醒诺姆 周五的黄金档 将会成为超弹大侠的 最后预告节目 母公司已经请人为诺姆 就这部投资巨大的电影 量身定做了新闻稿 到时候照着读 就可以赚钱了 公司才不管诺姆 要报道什么 中东水深火热的新闻呢 地球另一面的是 关他们什么事 这样的话 让诺姆几十年来的职业三官崩塌了 新凉透了的他 来到酒吧借酒消愁 时间也很快过去 来到了周五 夜幕降临 黄金档就要开始了 漂亮国每家每户 灯火通明 就是为了看新一期的洋葱新闻 导演传来信息 还有两分钟就要开场了 明天就是超弹大侠的首映日 今晚的新闻台本 诺姆必须念出 那些几十年来 未曾说过一句的俗话 广告 一旦说出 他就违背了自己的初心 成为了资本的走狗 可是他又能怎么样 他只是个打工人 一个忙碌了三十年 做一档节目的打工人罢了 他缓缓走上舞台 看着那厚厚一本的广告词 只觉得陌生 节目开始了 他却把稿件盖上了 今夜 这个打工人 要说自己的话 他当着全世界的面 说出了自己的经历 过去 骄傲 与萎靡 他感慨 时间流速的飞快 不仅可以让外貌可见的青春流逝 就连那里为人最基本的职业道德都可以忘记 他只是一个快要入土的老家伙 这次他就不跟心潮了 他要做真实的自己 一如过往的三十年一样 话音未落 中东的友人 抢先一步上台庆贺 举国人民站在电视前目瞪口呆 恐怖组织居然潜入了电视台的内部 用在场所有工作人员的性命 要挟美国政府 从中东撤军并做出实际的赔偿和道歉 否则这个美国第一红人就要命丧当场了 哦 是吗 只见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身影 出现在摄影棚中 这居然是超弹大侠 面对几十位恐怖分子 他毫无聚色 两只手掌掌机 拳打猛抓之下 恐怖分子的性别皆成为了问号 全国人民仿佛提前看见了周六的剧作 纷纷拍手叫好 而最后 持枪的头巾男 也被超弹大侠所感化 他当着全漂亮国人民的面 在摄像机前说出了自己的漂亮梦 成为了第一个受全漂亮国国民同意移民的漂亮人 经过这样一番事故 诺母被吓得不轻 但是他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了新闻的意义 并有了更强的包容心 在国期前 生情并茂地说了一番获奖感言后 整个电视台仿佛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缩影 狂欢者 为即将到来的周末庆祝着 可以做很漂亮国 好了今天的洋葱新闻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洋葱电影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